我 我是 这是我的弟弟巧克力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这是我的爸爸 这是佩琪 复营 复营 佩琪一家人要复营 我们到了 好 佩琪 乔治 这个帐篷是我小时候用过的 感觉今天 四个帐篷的好日子是什么 担心佩琪 我是搭帐篷的好手 猪妈妈 请把布布铺到柱子上 这样就行了 小菜一碟 我都傻了 当然了 我把这些钉子全给忘了 用钉子把帐篷织起来了 好了 我的妈妈一小时就救的 我还是小孩子时是够用的 现在这么多人确实有点小 那是因为你从小到现在 长大了很多猪爸爸 而且你的肚子也越长越大了 我要成为吞噬毁灭的野兽 吃的 首先我们得找些木柴来生火 好的 佩琪和乔治在帮爸爸收集木柴 用来生火 乔治 我来捡木柴 你帮我拿着它们 收集棍子太好玩了 八色 很好 这些木柴够了 这堆勾火堆得真不错 我来点着它 火柴在这儿 我们不需要用火柴 爸爸 不用火柴的话要怎么生火呢 我要用一个老方法来生火 就是通过不断摩擦这两根棍子 爸爸不断的摩擦这两根棍子来点燃勾火 我在哪里啊 爸爸 就快有了 小菜一顶 现在我们可以加热番茄汤了 啊 来听听大自然的声音 这是什么声音啊 这是蟋蟀发出的声音 这又是什么 是猫头鹰 快看 它在那儿呢 哇 这个声音又是谁发出来的 哦 我不确定 这是爸爸的肚子